那女人温柔又主动,聊得黑手哥欲罢不能 那一夜黑手哥疯狂输出,腰杆子差点了一段 整整一夜,黑手哥彻底沦陷了 直到第二天天亮,黑手哥才发现 他哪里在什么村子里,而是身处在一片坟地 吓得他顿时一激烈 再一看他自己竟躺在一个女士坟坑里住了一夜 刚开始发现自己与女士共处一夜他吓坏了 可慢慢的黑手哥的眼神就变了 想起昨晚的整夜缠绵 黑手哥竟突然觉得,女士有着一种特殊的美 这也就是黑手哥为什么屡次三犯的作案杀人 事后性侵女受害者的原因 也有人说黑手哥就是变态 身体里住着一头魔鬼 总之针对黑手哥的故事一直不断